现在想要看海域不是就阳明山这个选项 在台中的外埔地区也有一处占地约1500平的海域秘境 有别于阳明山的水根白色品种 这里种植的是土根的黄色品种 民众不用穿着青蛙装就能够近距离的和黄色海域来拍照 也让这里成为热门赏花的大咖景点 一大片黄澄澄的海域田里有许多的游客穿梭其中 当起网美拍照打卡 不让阳明山竹子湖海域专美于前 外在台中外埔地区水头二路附近 也有一处占地大约1500平的海域秘境 我从台中来的这里景象很美 很有那个意境 黄域的那个颜色跟白域就是不同的那个感觉 然后他的造景就是给人家感觉就是他这个情侣 还有亲子全家都老少都可以来这里玩 然后拍照这样子 特别来专程来拍照的 台北看那个都是白色的 然后来到这边哇全部都是黄色的 真的是不一样 有别于阳云山的水根白色品种 这里种植的是土根黄色品种 民众不需要穿青蛙装就能够直接走进花田里 近距离欣赏到鲜艳的黄色海域 而花农也特别打造摇摇衣等装置艺术 提供游客拍照打卡 另外外埔去农会也结合周边的商家 推出海域悠游券 希望能够借此带动当地的观光人潮 因为以前的话 这边的话来拍照的摄影师很多 他们有建议说装置一些艺术的东西的话 这样子拍照起来 那个效果会更美更好看 所以我们就慢慢每年增加一些东西进来 只要入园的话 我们除了送他们原本的贴纸之外 我们会给你一张海域幼儿券 那背面有十几个业者 扫QR Code的话 就可以知道我们里面有多少的优惠 然后可以到我们的业者那边去进行消费 美不顺收的黄色海域景色 不仅吸引许多游客特地前来朝圣拍照 也成为当地热门的赏花景点 花农威表示 预估花期可以维持到5月初左右 想要赏花的民众可得把握机会了 接着传播和台中厂报导